秦桧秦知这是一个关键问题 不敢怠慢 直接上前半步 几乎是贴着物竹后背严肃打倒 四太子 学生知道四太子与完颜西尹关系更好 且您二人都有改革国家大略 是大惊千秋万代之一 但现在要做的事情不能讲同志 而是要讲厉害 不能讲长远 而是要讲眼下 西尹虽然对都元帅囚禁国主几个儿子有些不满 但到底此事与都元帅没有真正颇在眉睫的厉害纷争 但因数可却不同 他一直盯着延安的活女 不是因为他对活女不满 只是因为楼市死后 他一心想让清帝巴黎素掌握西军 使家族富贵绵延 可兜元帅却不能满足他 文言物竹溃然而叹 都元帅当日南下大明府时 原本是要银树可将军也回太原掌握西路军的 但银树可将军却拒绝了 秦桧继续言道 那是因为银树可将军和踏懒将军一般无二 年纪上来了 不想再封餐露宿了 怕是楼市将军战死一事也多少让他有些震动 而将来若有大战事 只怕还是要从西路军那边开始 但偏偏他长子战死 家中儿女将来还要弟弟照看 所以又对拔黎素的事情格外上心 雾竹再次叹道 不错 暗看他早在做燕京留守时便失了锐气 只想在中枢打魂 求个长久富贵了 秦桧见状赶忙再劝 正是要借他求富贵之心 人只要有所求便可 都元帅不能满足他 四太子却可以满足他 雾竹终于失效 还是要讲信誉的 而秦桧也彻底释然 然而 就在此时 面色苍白的完颜雾竹却又转过身来 对着身前的秦桧之好奇发问 小秦学士 你说人皆有所求 严喊求大权安稳独揽 喊求大金铁器重新立起来 吸引求统一大金国制政 迎树可求家族富贵 便是巴黎素也在求西路军权柄 便是南边的苍州赵九也在求将阿门碾国燕山好作报仇 北面五国城的那群人也在求南归 可你又在求什么 为何这般上心 秦桧束手沉默了片刻 然后慢慢抬起头来 迎上对方目光 咬牙相对 赐太子 学生不想再走路上也低着头了 学生也想在大金这里求个富贵 完颜雾竹认真盯着对方的眼睛看了许久 眼见对方并无半点动摇 却是当场扔了马鞭 以手按住对方肩膀 揉了一揉 方才在笑 小秦学士本事宰相的本事 是成了 咱们也弄个兜手 以做个副宰相 秦桧本能变想谢恩 但听到宰相二字 却张口结舌 意识恍惚难应 而等他醒悟过来 胸口乱跳 准备重重扶手谢恩之时 却不料对方直接转身入社中去了 这两日小秦学士就不要四处走动了 也不必管其他事 只将你妻子接来 就在俺家中住下便可 秦桧只只能仓促扶手 一日 燕京城风平浪静 而当日下午 金国寺太子完颜雾竹 却忽然主动来见都元帅完颜年海 年海正要拉拢和抬举物主 以压制他人 自然是热情相迎 而双方见面 列作完毕 年海却是从物主口中 听到了一个让他措手不及的提议 以至于当场恶然出声 尊国主为太上皇 雍立安班博 极烈完颜和拉登基 物主正色言道 不错 眼下局势混乱 人心不安 都是因为国主忽然中风 不能理事导致的 便是都元帅 你都为此招了许多议论 年海尴尴尬一笑 眼虚而对 何人议论 物数依旧正色 天下人都在议论 不光是大经这边议论 大宋那边也在议论 上面在议论 下面也在议论 赵宋官家当庭询问 国主是否真的中风 便是明正 不光是这样 俺这些日子 还收到大明府救部 辽东就有的书信 问俺详情 问国主到底是真的中风 还是被都元帅给害了 年海悠悠一叹 富又吃笑 那四太子是如何说的 物竹不急不缓 俺自然是说了实话 可那又怎么样 国主中风的时候 咱们几个在当场 当然知道是如何出的事故 可也就是咱们当场的人知道罢了 回到燕京城 城里的人都不敢信 都元帅 俺不信你不晓得这个道理 不然你后来如何把普鲁虎他们关起来 还不是心里清楚 做不做 都要担这个恶名 免喊似笑非笑 所以便要俺干脆服了荷拉那娃娃 物竹继续从容言道 俨然是有备而来 荷拉本是安斑驳激烈 继位合情合法 而且 扶荷拉继位对都元帅有三个好处 一个是荷拉年幼 都元帅可以继续掌权 此时咱们不必学送人那般装模作样 另一个是把荷拉扶上去 天下人就都知道都元帅没有篡位的心思了 人心也就安稳了 最后一个是将荷拉扶起来 国主做了太上皇后 都元帅就不必再一直关着普鲁虎他们 相互都是亲戚 何至于闹成这样 年寒心中大动 面上却不显 只是反问 这是老四自己想到的 完颜物竹丝毫不慌 是俺将小秦学士强行聚在家里 逼他想的法子 年寒点了点头 倾笑而对 俺就说你把小秦学士两口子弄在自己家里是个甚意思 原来在这里等着呢 此事不急 容俺多想一想 闻此言语的物竹无奈 只能告辞 Sel 老 我 澳 叜